FMQ1.5 自由之聲 漁夫自由行 大家好 我是漁夫 我們很高興有各個每個禮拜 晚上9點時間跟各位在空中在會 我還有一間也是很高興的事情 要來跟我們所有的朋友報告 就是說 漁夫下的這個樂居台南 一定是成品最新的排行榜 第一名 唱片 等等等等 不然應該自己賠了 感謝各位的愛好 非常感謝 真的非常感謝 後來 也不充滿開心過頭 這個 今天在我們這些談判裡面 特別啦 要跟各位分享就是 因為我是拿賓人 拿賓人的隔壁呢 就是這個 東港 那麼東港 如果是到了五月這個時候來 就開始有這個鮪魚祭 通常呢 我們這個鮪魚祭裡面 這裡最重要的重頭是就是 如果是有人好的這個鮪魚祭 還要去抓到這個第一隻的這個 鮪魚 鮪魚祭 在我們這個鎮腳的所在 鮪魚呢 我們台灣的叫做黑暗城 黑暗城 黑色的啦 黑暗城 那麼 抓到第一尾這個黑暗城的 那鮪魚呢 就拿出來打賣 那個 打賣在這裡 我們也很貴的 通常呢 會走來這個地方啦 跟人在那邊打賣的 台北就是這個三井集團嘛 很多朋友 去到台北的時候呢 就很喜歡去那個什麼上癮啦 或是上癮就是在那個台北的那個 那個市集團那裡 那麼 在南部呢 就是加征 所以說什麼北山井蘭 加征 那麼 這個鮪魚啊 打賣 通常有介紹很好 那麼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 冰東館政府就開始 去辦一些 一大堆的瓦棟 這個瓦棟喔 是這個 鮪魚劑的瓦棟 我記得是在 2001年開始的 那麼 那個時候剛好這個 淡水壁 凍蒜廖總統 那麼 阿扁 凍蒜總統啊 那時候在冰東館上面是 蘇家傳 他們兩個喔 這樣把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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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鮪魚都這樣 插到 拼拼拼拼 我們要知道在這個 東館 現在說 有三種 的這個 東館有三寶 那三寶呢 第一行就是 當然就是黑鮪魚 第二行是櫻花蝦 第三行呢 就是這個 魷魚子 今天就是要來 各位來講 這三行 由我這個 東館隔壁 南米朗來講 當然我不是說 非常來行 但是很少人就是 聽當聽歇 沒怎麼吃醋味 你如果說這個 鮪魚 鮪魚子 這個故事 我的故事 講錯了 有一棟呢 我就去到這個 台北 台北 有一間 那間餐廳 是非常貴 聽說 是 很多這個 企業家 他們作為合作 合作呢 做什麼呢 就是呢 他們都去 他們就去請那種 那個 不知道是 就算說 港府很好的菜市場 還請那個 日本來的菜市場 很多這個 食材呢 是從日本來的 不過我老實說 那是用環保的觀點看 可能有些朋友 會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說 吃東西就吃東西 吃東西 吃在地的最好 為什麼叫外國來 然後 如果說黑鮪魚 那就是我們在地的 你如果去找到港港吃 那就是在地的 不過我小時候 我們台灣人 也不會吃什麼 叫 鴨鴨 我們不知道說 這個鴨鴨就是 說那個 黑鮪魚 黑鮪魚 黑鮪魚在日本 我看是 我沒聽過的人說過 叫做 麥克羅 那個 腹部這個所在 叫做 土鱪 這樣 肥沸沸 油脂 非常豐富 吃到 那時候 越來越貴 尤其是這個 麥克羅 跟這個 塑膠 這兩個 同樣 炒一下 說 這樣 哇 現在 各位知道 一塊吃起來 幾百塊 一塊小塊 這樣 切給你 這三四米 切給你 這幾塊 我一間 在 台北 這間 做高玉日本料理 我去那裡 我坐下去 那些菜式就這樣 切一塊 看他用那種瓦斯槍 噴那個 拖爐 其實那時候我不知道 那個是什麼東西 他就在裡面 他自己在那裡 用我沒注意看 我會這樣 用瓦斯槍 噴噴噴 噴噴噴 就剛才我臉頭前 他就說 瑜伍先生 這個是什麼東西 你說說看 我一隻就在說 哎呦 這個菇肉好好吃 那個 菜夫一聽到我說 你說什麼 這個菇肉好好吃 他說 你還美食家 怎麼叫他笑 真不好意思 怎麼變成叫他笑 哎呦 他那就是 用那種瓦斯槍 先從表面極速烤熟 所以裡面呢 就有請求 我們這個 在吃菇肉的時候 我們的菇肉不是分 什麼 肉啦 米蘭啦 威爾朗啦 就是算說 像青的 跟中途的 是適中的啦 跟這個 威爾朗就是 全部都要熟的啦 啊就是他這樣做起來 哎呦 這吃起來很香 那個菇肉 哎 我曾經聽過一個 我本身不是美食家啦 所以我會找我 沒關係啦 但是我曾經聽過一個 美食家 跟他說 好吃的這個 牛肉 或是好吃的魚肉 都一樣 好吃的牛肉 或是牛肉 介於魚 魚肉之間的味道 只是這兩種肉之間的 介於這兩種肉之間的 那個 那個味道 最好吃啦 我這個烏龜吃大麥 我就不滿嘛 啊 但是呢 唯一那道後呢 我就這樣耿耿於懷 嘿 有這道啊 那飯店也是我們病毒人 那個 總統府的 那時候是做秘書長的什麼人 陳哲南 啊 那時候也是因為 做那個吃飯 所以我就去問 我說啊 我有這道去吃那個 鱔鱔 用笑的 我真的覺得 我怎麼很抱歉 嘿 結果他就跟我說一句話 他說 嘿嘿嘿 嘿 魚腐 我跟你說 那個鱔鱔 他這樣做是對的 他說 他用 他就聽到我說 用那個咖啡粉 他說啊 一條一條 這是來行的 我說為什麼來行的 我們吃那個薩米 不是說 這樣切切的就要他說 哎呦 這個你不好 他說 拖鱔是 真工就是要用 那種 煎的 我一想 蛤 煎的 欸 我太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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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時留下那個尾巴 那個 那種 就對了 就是 那種 那種 可能 日本人比較沒有 切切 切成這樣 我記得我小時候很對 那個透露的 這個感覺就是說 我也是叫做透露 洗一隻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家庭都洗地了 為什麼 原來沒得知道 原來是沒得那一隻 就是沒得那一隻 很多 他們在做這個鮪魚劑的時候 他們就 我建議他們的時候 又勾引 變一個笑話 讓大家來流傳 那些笑話是這樣 說一個 台北人 台北爽 不好意思啦 不是說台北人 不好意思說 台北的人 不知道那個鮪魚 多大隻 去到這個 去到東港 就說 哇 這個透露很好吃 麻煩 騎兩位了起來 騎兩位了 騎兩位 就說一位 透露多大隻 開玩笑 我們知道就是說 一位 我聽說 兩三百公斤肉 該想是這樣 我記得是這樣 好 很大隻 裡面有很重的 有可能給你 三來講 給你 好 兩三位 兩三位 就要去 給你洗兩三位 就這樣 比較穩氣 就穩死了 真的 所以 這個 鮪魚 我洗的時候 看到的時候 都是洗褲的 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 我們不會洗褲 我們台灣人 不敢 在我小時候 也不敢吃 什麼 三四米 三四米 三來 就是 把他 用煎的 煎到 讓他 洗一洗 這樣敢吃 那時候 我記得 我媽媽買回來 她也不是說什麼 透露 不透露 她說 在 蒼蠅魚 蒼蠅魚 不然現在慢慢 大漢了 才了解說 像是在營養裡面 它叫做 Tuner 那麼 今天應該是 叫做 金鎮魚吧 金鎮魚 所以啊 在那個時候 洗褲不抹 大漢不抹 但是聽人家說 本地 這種魚 因為油脂太多 所以你如果是 純粹的 用那個切三四米來吃 也不一定說 比那個表面 這樣給他 迅速烤熟 這樣比較好吃 但是 我如果他吃日本料理 我是很不想看 人家吃那個瓦斯槍 很多料理的財富 吃瓦斯槍 在那裡噴噴噴噴噴 有種的 我看你搞定 我會怕 因為我剛剛 這個瓦斯 畢竟瓦斯 有這個臭味嘛 瓦斯那種 因為我們這個瓦斯 是無味 都沒有味 無色無味 所以都台北人的 我聽人說過 說瓦斯裡面 要放一些 那個粒粒 粒粒的包含 這個 洋蔥 聽說 有時候放在洋蔥 讓它那種 味道比較燥 什麼的 眼睛的老眼睛 這樣不知道可以噴噴噴噴噴噴就 即使咖啡噴噴噴噴噴噴 2011 高檔的日本料理 那個菜市場 我說這個順滑 他說 這個你這樣有來行 他就給我烤肉 他說 這比較實用的 如果我在做 是用烤的 如果要擠烤表面 就用高溫烤 就是把那個肉 剛才在烤箱裡面 那裡有一個特色的一種烤箱 那這種烤箱有一點 它是用碳火的 所以放進去烤一下表面 趕快拿出來 這樣下去做 做這個透露 這也是很方法 但是他們沒有用瓦斯槍 因為感覺這個對健康並不好 所以我們這個鮪魚 慢慢從臉部開始炒起來之後 哇 不得了了 每一個縣市大家都要來烤這樣 這真的是不是 很早以前 我有一個縣帶到 我們家我們漂亮母的 和我們漂亮女兒 抱歉啦 這是自己的 都也漂亮 所以有人說 猶豫你這樣很高面白 說你什麼你們漂亮母的 接著說你們漂亮女兒 你們漂亮女兒很高面白 這是自己的 當然大家要更緊張 有一個縣帶到宜蘭 宜蘭的這個東車是羅湯的這個店長 也就是我們這個木田我們的林聰賢 我們的這個館長 他就說要有這個文學家 不是文學家 大作家 我像人人在這裡 人人要跟你說 你也敢 我實在有時候都跟你說 我不是什麼美食家 我也不是什麼文食工作者 你如果真的要把我稱呼為家 說我為漫畫 漫畫家 這樣我也說 好啦 好啦可以啦 抱歉 這人喔 尤其你到這個年紀來 如我 你就覺得說 一宅不忙這樣在那裡吵架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這種得力一定要了解 那麼那一座林聰賢 對於我就 欸 不錯 盛情招待 然後就去到那個 他說喔 吃工 他說你紀念是冰冬人 這樣我就請你吃陶禄 他說 為什麼要請你吃陶禄 比較簡單 你每天這樣 我這麼大條 我這麼大條的鮪魚寺 但是你要知道 鮪魚吃工 如果是受到我們宜蘭 才是吃工的好吃 事實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啦 反正每一個 當然每一個人都說 他故鄉最好吃的 有人都說自己的故鄉不好吃 是不是這樣 那時候 他就跟我說 來 我們現在 我請你吃鮪魚食吃 食吃喔 十種吃法 鮪魚食吃 我說 怎麼好咧 鮪魚食吃喔 那一座店 真的出十幾桌 當然食吃只是一個概括的數字 啊 接下來呢 這個鮪魚食又很生氣 他說 我今天喝 要喝菜館 真的喝菜館 那一天我喝 我自己喝 想不到喝十塊 威士忌 菜館的十塊 哇 鮪魚食你的豬肉怎麼這麼好 沒有啦 他就那種樣品酒 呵呵呵呵 鮪魚酒 一公升 不是一公升 鮪魚酒他不知道多多 然後就沙來 就每個人都說 世界館那種鮪魚酒 那兩個就在那裡 喝開麵 喝開麵 最會把他吸起來說 這叫做 啊 喝菜館 呵呵 喝菜館 喝十塊館 嚇到人 呵呵呵呵 這樣 有利害嗎 呵呵 所以這個檀港的三宝之一 第一類就是 我們在說的 信頼黑鮪魚 那麼 那所規制的 這個魚開始 然後呢 我們檀港越來越來越帥 啊我一奈 哇 慢慢喔 好像沒落啦 當然還是交通啊 因為過去你要是要睡 mehr each other 你叫我們我一奈 現在ровoc規模都不あ自私 所以 漫漫有些人沒落 當港人經常因為海山 越做越出名 越來越繁榮 當然他們還有一些活動 所以 現在館長是拿筆人 我都不把館長說 館長這樣拿筆要怎樣 他說拿筆就發展煉霧 不過 我們現在說的是港港 我們要專心說港港 港港的三寶之一的第二個就是櫻花蝦 櫻花蝦當然是 後來大家給他賠名賠得很好聽 你看 櫻花蝦Sakura 大家覺得那個名字很讚 一定是好吃的蜜 其實在我小時候 我有聽人說過 這是花蝦Sakura 花蝦Sakura 櫻花蝦S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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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比較沒有攻擊性 體型也比較小 這種的最好是 這樣 開始在生產的時候 創什麼呢 創蝦Sa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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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種植 高山種植當然是會破壞環境 所以有時候 我如果去餐廳 也是買不到點高麗菜 就是這樣 但是我現在說的是 櫻花蝦來炒高麗菜是很好吃的 另外一種 拿來做米糕 有很多人說是 油飯 應該說是油飯 在油飯上面放一個櫻花蝦 這也是很好吃的 有時候是 拿來工人炒飯上面放櫻花蝦 這也是很好吃的 你看看我那邊 那邊的 那邊的隔壁隔壁隔壁 其實我實際上這都沒有 這都沒有 什麼東港三寶 這都沒有 不過現在一定 開始大家要做這些花樣 越做越好 第三步就是 這個 有一個朋友說 不要油 你們那個東港的那個不是 那個烏魚子都很好吃的 烏魚子怎麼不變成你們 那個 三寶之衣呢 我說沒有啦 這烏魚子其實是 那個家庭那一帶 因為 我們知道這個烏魚 聽說是烏魚黃海的 一路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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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們這個 尤其是家南地區 譬如家庭那些五十位 直到這個交配季節 那整個 我曾經有一帳去看 嚇到人 整個海面都是白色的泡沫 它很漂亮 你看到它在暗時 都在抓蚵蚵的蚵蚵 它有什麼海面白色的泡沫 就是因為它那個人 它那個人 剛才土著地做交配 所以在那個地方很多 但是它故意也知道 因為這個中國 中國人開始會吃蚵蚵蚵蚵 所以他們就開始抓 他們一顆我們就抓蚵蚵 台灣人就抓蚵蚵 中國人要吃什麼台灣人就抓蚵蚵 因為太多人口 所以蚵蚵蚵蚵 雖然大部分現在變成是中國抓蚵蚵蚵 抓蚵蚵蚵 然後後來可以再抓蚵蚵蚵 來台灣 或有司機 等一下會對 他們抓蚵蚵蚵蚵 因為他們沒有那個技術 所以這台灣人實在是可憐 不可以這麼適合 說得很難聽就是這樣 你現在每一行都 這是我們自己的上帝給我們 我們 我們就自己不爭氣 是你敢不敢跟人 合作會 要去奉通 怎麼鬆到不知道 在鬆三回這樣 所以 現在目前 像香港這種有在做蚵蚵蚵蚵 這個 大部分都是台港 中國人台港就對了 現在中國人越來越聰明 蚵蚵蚵蚵 他的方法就是這樣 他說 來 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 什麼叫總量管制 他們過去是 他們也不知道說 量應該要多少 應該要多少 台灣來做 現在很簡單 他幫你總量管制 你台灣 比如說你需要 比如說你需要 我說簡單 你需要 你需要10公斤 那我現在故意給你8公斤 7公斤 那換句話就是說 我讓價格整個拉高 讓這一個工不會過於糗 那價格拉高 所以蚵蚵蚵蚵蚵 我有一次去到最近 去到這個 尤其到過年的時候 我早上去那個 港港要買來 他們就告訴我 不好意思 起床了 起床了 你說有 唇蚵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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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也比人家可以利用 有時候這個外國人來 他們問我說這是什麼外國 這個優衣紙是一塊很大塊 可能差不多兩箱佩多 差不多兩箱佩多 當然也有一箱佩多 比較大的有兩箱佩多 所以 人們在問我 我不知道怎麼說 我就有時候跟他們說 這叫Red Drum Red Drum Roll 奇怪 怎麼那是雪魚 雪魚你怎麼會這樣吃 但是我告訴你 我把油衣紙拿回去吃 因為它比較鹹 所以你知道那時候這個油衣紙最好是用菜頭 或者是萊芽或是蓬哥來吃 多少差不多 那種味這樣才會比較乾 不過呢 這油衣紙也是不能吃太多 如果平常一直吃到這裡 我跟你說 厚臭喔 那怎麼會 吃到這裡 我跟你說太多也是真的會老腥 好 這樣這就是我們的東港三寶 在這裡跟我們所有的條眾朋友來分享 就是東港三寶 這個我們的鮪魚 櫻花蝦和魷魚子 FMQ1.5 自由之聲 漁夫自由行 大家好 我是漁夫 那麼在我們這段裡面呢 要來跟各位討論一些 尤其我們現在在這個網路的這個世紀裡面 其實很多人說網路是民主的 是平定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用那個匿名 即是說我可以在網路裡面的麻洞麻塞 那些人比較正面的說法就是 我可以國人有一個國人的媒體 我也不一定說像以前的call-in節目 call-in call-in 現在call-in節目 並做另外一種形式就是說 我現在就在看這個你的節目 然後他就開一個臉書FB的帳號 很多人都可以說 我一邊在臉書上面在討論 他在電視的外面上面就能秀出來 那這一種這個形式的變成說 你就不用call-in了嘛 你就在FB裡面去討論 這樣他的這個收視率就能進行 我們很多朋友也是都積極的參與這個討論 但是不是每一個這個 網路的本質是民主自由的 我來說我是很樂觀在看待這個網路 可是不一定最近我常常這樣子在想 我當然也有很這個憂慮的一面 照理說呢 我們這個中華民國的這個憲法 不是我們啦 你們啦 我們中華民國的憲法 第十一條有規定 他說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自由 我告訴他 現在上面給你看 就是算現在全世界上的獨裁全座的這個 朝鮮人民共和國的北韓嘛 他的憲法在第五中就規定說 我們這個朝鮮人民共和國呢 也給各位包括言論新聞示威結社 宗教信仰就業和旅行自由 負責阿彌陀等等 真的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在做這個事情 當然是沒有嘛 這是在上面給你看而已嘛 大家一定要有一個觀念 獨裁者像我少年的時候 獨裁專責正款 少年的時候 看著他說 我們台灣解嚴啊 慢慢呢 改正在立定規那個時代 台灣發生了這個沉默的革命 那當然很多人講說 其中的這個沉默的革命呢 慢慢的走向了民族 可是各位看 我們現在 我們經過了 這個立定規制 還是阿彬 再來我們就刷斷這個 這個馬英雄 這個是戒嚴之子 這個馬英雄就是戒嚴之子 這個戒嚴之子呢 當然 他所知道 他喜歡對總統一選的 在那個統制 大家都不記得了 這個人心裡 有一個想法 想到說 要怎麼改變 要怎麼做專制 要怎麼獨裁 所以不怪 他們把五十萬人 來到這個開刀上面 抗議 所以千萬 不要有一個想法說 我們呢 這個 現在民主自由啦 英文的民主自由 沒有 沒有 各位 不是這樣 你如果是 歷史不太多 我們知道 希特 希特在那個時代裡面 欸 政政的這個 這個 德國呢 他也是一個政黨呢 慢慢 因為經過選舉之後 你看他去年 也是變獨裁的專制 你看看 所以千萬 不能夠是說 這個民主自由 是永世不變的 尤其是 在這個 國民黨之中 要把台灣出賣的政權 他們的 絕對是 如果能夠專制 能夠獨裁 對他們來說 這是非常 非常 希望說 如果能夠專制 就這樣 就對了 這事也知道 比如 有的人說 像美國人的民主自由 這樣 幾百年了 當然是他們很穩定 對嗎 歐洲那些 都是 那些人已經 實行很久了 我告訴你 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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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裁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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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絕對無所不在的 希望 趕快 有一天 好 但是呢 在民主社會 是不是這樣 我來請問各位 在民主社會 在自民主義裡面 大家就想說 這樣 可能應該 可以保持英文的民主自由 這也是不一定 尤其 按照我的 這個 人生的經驗 相信很多朋友 如果是我這個會手 也很清楚 因為你像那個 將一化 像這種 對臺灣的民主發展數 都沒有了解 連那個 林宜宏 為什麼要去二共九歲 絕世都不知道 那些 可見 可見就是 他的腦袋裡面 對臺灣民主發展的過程 他根本完全都不知道 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 他們這些人 基本上也是 沒有民主自由 這樣子的觀念 希望可以 趕快一天 可以趕快獨裁 我們全座回來 這樣才好辦 那 那 沒辦法 六八九萬要選 國民黨 那你也 沒辦法 這就是 那我們的民主 後來 現在 我們在這個過期 黨政軍在控制 所有的這些 媒體 什麼的時代 那 臺灣人 很多人都不敢說 不然呢 開始就開放了 開放了 沒有不對啊 現在這個 開始呢 這些所有的媒體 就是進入 所謂的商業運作 對 商業運作 你也就是說 這樣就民主自由 應該是 黨政軍還沒差 錯了 錯了 好 比較說最近就好了 我們這個 臺灣人很喜歡用 一種通訊軟體 叫做Nine Nine 那我那個智慧型手機的人 大部分都知道 Nine是什麼東西 我那天看到蘋果日報 裡面有這個報導 怎麼報導 這個報導裡面是這樣說 因為這個六四啊 事件啊 這個六月四號在搞 我們知道中國 那時候 所謂的天安門六四事件 那麼 台西要以精髓 自己的國民 軍隊建車賽出來 國民就來台 搞搞事也沒關係 三行要緊嘴 中國的民運分子 可是啊 最近因為六四要到 你怎麼用Nine 你如果把他打個那個 八九六四 喔 不得了 1989年的六月四號 這個時候呢 那時候呢 那個Nine呢 跟你說什麼呢 他說 你發送的消息 包含敏感詞 請調整後再發 聽到嗎 你發送的消息 包含敏感詞 請調整後再發 那是日本公司嘛 對嗎 為什麼 日本的照片 全部沒有 就是說 這個Nine 如果是為了 要去中國市場做 哇 那事情就來了 很多這個公司啊 要去中國做 代表都要跟他投協 要跟他投協 比如說 我們很多朋友用Dropbox 什麼叫Dropbox Dropbox就是在 雲端儲存你的東西 Dropbox呢 早期是去中國監獄的 但是 欸 最近開放了 開放了 為什麼 為什麼我的東西可以上傳到Dropbox上面去 我跟他說 當然是要跟他投協啊 啊 啊 你如果是說你用那個Google Google Drive 這也是一種雲端的這個硬碟啊 你可以做東西 蓋的Google Drive 要上傳 經過網路上面 上傳下載都可以 問題是在中國應用這個 我跟各位說 啊 很多我這個 中國的朋友 我就跟他們問他說 啊 你們現在在中國 啊 到底這個上傳下載 有沒有什麼問題 他說 啊 問題是怎樣 啊 但是那個Dropbox可以啦 啊 Google Drive就不行 啊 當然你如果在中國 你想要看什麼YouTube啦 齁 看Google都不行 啊 還要知道呢 這個Google啊 啊 有一個很大的宗室叫做Do No Evil Do No Evil Do No Evil 就是營業的意思是什麼 簡單說 Do No Evil 就是說 忙做壞事啦 好 好 那Google呢 有時候在中國 他實在是擋不住 所以Google不要 好 好 算了算了算了 中國市場我放棄了 退出 退出 啊 我們知道你說 我們台灣人最愛用的那個Facebook 臉書 中國人說臉書啦 我們是說Facebook 啊 說FB啦 結果呢 在中國也是不可以用啊 啊 中國現在用最多的微博啊 啊 微博一定是 比如說在這個iPhone 啊 iPhone的頂端 它是必備的啊 它是一定夾到的 你有很多東西 你就直接用那個iPhone的手機 你就可以出去微博給人看 啊 微博是中國的啊 啊 所以呢 你如果要去美國 都要跟中國 進行妥協 啊進行妥協當然這中間呢 有很多像敏感的 比如說我剛才說到六四 你就不要再用一遍 你看到恐怖 那些敏感的關鍵詞啊 這些東西 絕對都不能拿到 你如果拿到你就慘了 啊你說的微信 尤其是 如果台商 台北文都喜歡使用這種微信 微信在這個 這是在我們中國做的 我跟你說 那些微信我也有用啦 但是因為我很多朋友都在那個 中國做行李 做行李用微信給我聯絡 我就只好微信給我整起來 等於聯絡 但是我跟你說 他們還是要跟我說什麼 他們還是要跟我說 啊來去擠圖啦 來去什麼都可以 但是呢 你如果是要跟我說那些 有的沒有 好好好 不要不要不要 有壓 但是我們台北文的 這個台灣人 這派習慣就是這樣 我們都想說 啊我就小母子 我還不是說 你衣服大母子 你告訴什麼 你給你頭痛啊 啊我這小母子 為什麼給我頭痛啊 喔呦 你不想這樣說啊 你若是 每個人 這個 你的主要什麼 欸 要抓你很簡單 你看 不要說什麼 說這最近的太陽花 各位 太陽花裡面抓人 是看一看他的波紋 你的波紋 抓到什麼 什麼什麼人 其實在那裡 要跟你調查 最好笑的是 太陽花 那個學運 他們要退場的時候 要出關的時候 還派一群 刑事 刑事警察局 那個監事主委 去那裡 去那裡 用指紋 看恐怖 這 這 這在這個說 我們這樣 很多年輕人來說 奇怪的 不是民主自由的社會嗎 不是講什麼話都可以嗎 只要不違反這個 不要破壞人家的名義 不要是惡意 要做一下有的 沒有的 清換著作權 這類的 那不是應該可以 針對公眾的事情 都可以可受公平嗎 事實上有嗎 當然是沒有 也想也是知道 好 這在美國 最近 我們發生 這樣大家查到哪裡 叫做 Net 這個 這應該就是 Nature Neutrality 就是 網路中立 網路中立 什麼叫網路中立 最近這個 美國這個發音 就否決掉 美國FCC的情形 因為我們這裡的這個NCC 他們拿出一個網路中立 這個概念出來 什麼叫網路中立 可是網路如果沒有中立 要怎麼做 我現在去一個簡單的題 給你聽你就知道 好比說我現在是 我們那個 賺錢在中國 賺錢賺到有私人飛機的 那個旺旺的集團 旺旺旺旺旺旺 這樣 那個集團 我們那個蔡延民 還要知道就是 有很多年輕人 曾經去跟他們 抗議說 你很大我不怕 反媒體壟斷 那個旺旺就是 忠實集團就是 想要買蘋果日報 想要買電視 反正他就要染指 所有的台灣民眾 最好是他都要買起來 各位 這不是自分主義社會 現在中國政府 還要說 他們 來 支持你台灣的郭爪山怎麼下 不必啊 你就 我在中國 我就找一個 在我們中國有賺錢的 台兄來 你給我過來 你給我爬過來 你給我回去 你們台灣好有給我買 把他買下來 我們現在台灣的比喻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買買去 那是很減少的事情 買到 買到 我們自己人 一支101 到底是多少 到底是多少 台灣人的祝賞 還是都中國人的祝賞 還是都中國人的祝賞 那那個地堡 到底是中國人在買 還是台灣人在買 當然 當然我們說 我們現在就 歡迎請給我們 經濟 做到這裏 台灣人沒有錢買 叫我們買他 也好 不然 所以 很疲倦就是這樣 我以前去那個福岡 日本的福岡 那有一個 豪斯登堡 遊樂區 一直在荷蘭村 做到清淨的那個 完全訪這個荷蘭 阿姆斯登堡 這裏的建築 那麼 設計家 算了一個 度假區 那時候 荷蘭村 我 這個 豪斯登堡 荷蘭村 我去過好幾回 我們的小孩 小孩的時候 我就帶他們去出頭 再來呢 還有一兩回是 別人去 還有一回是 別人去 我的同學 他們去 去之後 第一回去 我生意很好 第二回去 我生意變壞 第三回去 生意變壞 奇怪 我比較新 怎麼變這樣 不然這樣 聽他們的內行 說 因為 這個 豪斯登堡 銅車 要經營下去的時候 中國人跑來買 中國人要買 中國人要買 因為中國人現在有錢 要買 要買 那時候 日本政府很 很很很很 很沒面子 對 譬如說 中國人有錢 你去把 日本的富士山 總買下來 我看日本人 要怎麼 他就要去切白 對 所以那時候 日本政府 就說 這樣沒有了 快點 說快點 找我們 國內的 這個財團 來經營 經營 結果人家的財團 去 那有哪是算有哪厲害 他去那裡 他就有幾個 好像是 撇步一堆 人 日本也是 金銀之神 一堆 所以我 第三回去之後 生意變好 所以現在我們台灣 越來越危險 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 也是 我們用人的 譬如說 中國的支付寶 也要去買 這樣 中國一大堆 第三方支付 都要去買 這樣 現在慢慢我們的銀行 都變成銀利 好 這樣好 沒辦法 什麼的都要漏掉 看你要怎樣 這個馬政府就是 希望說台灣 趕快的 什麼我們的經濟命脈 什麼命脈 趕快讓他們 還漏掉 這樣他可以完成 終極的統一 你台灣人 如果不要聽話 就讓你死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 越來越可憐 越來越可憐 這個美國 在查這個 網路總理 網路如果是沒有總理 比較說 我現在是那個 旺旺的 老闆的 我中時集團 後來 我現在可以 因為我有錢 這個0857 我們朋友做一個 做一個叫做0857 問我什麼 有這0857 他說 你白有錢 0857 好 那麼他就可以跟 比如說我跟 中華電信業者 我跟台大的 台各大的業者 我講 欸 是的喔 我有錢 這樣喔 以後人家看我中時 看我的 看我的這一個 中時的什麼電子報啦 或是看我中時的這個 影片啊 對不起 優先快速下載 看得到就是 手手腳 你如果要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 你如果要下載 就如龜樹斑慢慢走下去 這樣我請問你 年輕人 誰要自己看那些 其他 不過大家也 照來看那個 中時集團啊 中天集團啊 這就好了 對不對 因為 但是你又說 欸 這樣不行啊 這樣怎麼可以呢 可是人家說 你這不是那個 自由競爭的經濟體系嗎 那怎麼不行 我淩包武器啊 我先扶啊 這樣再來是不是 變成這種亂 對不對 變成一個人 我如果有錢 就是 我的下載速度 我這個網站的下載速度 我就會比較快 啊 我 你如果沒有錢 啊 這個 你就比較少 你就 在那裡沒有辦法發言 沒有辦法講話 所以 比較 現在我們說一個 最簡單的例子就好了 我們台灣人可能會比較疼 比方說這個 Facebook 我們在這個Facebook 儘管 以前的群群 我們這種人有在經營粉絲專頁 那就是你沒有粉絲專頁 就是你有個人的專頁 請問的 是不是說 你說貼的每一條的波紋呢 你的朋友都會看到 不一定喔 不一定喔 我先跟各位講 不一定喔 你有經營粉絲專頁的大部分 是一些企業 你會希望說 譬如說我可不可樂 我要做這個 從社群團體 我要來做行銷 那 問題是 現在慢慢 FB 他的演算法 他講到一堆就對了 反正 最後他的老闆 你用他不用錢 他不要給你收錢 對吧 但是最後是怎樣 變成你沒有開錢 去做公告 不好意思 你這一則PO文 不是很多人看得見喔 各位 我像我對FB的後面的經營 我略知 略有所知啦 但是我發現一件事 就是說現在越來越 不是讚 減少我讚的 朋友也是很認真給我讚喔 本地是這樣啦 但是那個平均多少人看到這一則貼文 你在後面看 你會發現說 急劇的下降 急劇下降 所以 意思是說 不好意思 余副先生 我是馬克曉智 我是那個臉書的老闆馬克曉智 你如果要讓你的粉絲看得到你的 這一個 這一個PO文的話呢 錢拿來啦 哇 這樣撥下去是怎樣 是怎樣 好些人才可以 好些人才可以大聲 這些人才可以團出去 如果三兩人都沒有 都不用說 我們就變成那個 黑教的就對了 那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是它 資本主義的體制啊 我是國民黨 我也是會說 不好意思喔 這資本主義啊 沒有你們實行共產主義嘛 你們趕快向我們的祖國 這個效忠嘛 就好了嘛 所以 變成是怎麼樣 所以這個在美國 關於網路 中立這件事情 已經啊 炒得最近 炒得沸沸沸揚揚啊 這如果你有興趣 再來看我用死的啦 但是 我們現在要做 我們以後人沒人做啊 我現在做什麼事情 你現在做什麼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說 千萬不要以為 你在網路裡面 然後你就隨隨隨便便 不重視自己的隱私 不要覺得自己是小的 我就小的啊 我輕輕拆拆 人要看得到我什麼 看得到什麼 你一定要注重你的隱私 注重隱私 很多的朋友說 注重隱私 我是不是要注重 我就不會教我了 好 第一件事就是說 你所有的通訊過程裡面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到 你不要輕輕拆拆一下 小小 比如說 我的朋友在使用 中國微信 我說 你喔 你喔 你要用你們 那邊的通訊軟體 你千萬不要把你們 公司的什麼 你的身分證字號啦 那些是你們公司的什麼 那些 重要的這個 來往的資料啊 你看 尚管我告訴你 尚管人絕對都會把你收起來 你要小心 對 那就是大部分的人 都沒有這個警覺性 沒關係啦 那個 應該是不會吧 我又不是什麼大咖 好 到時候要找你的麻煩 你就十四歲了 我跟你說 所以呢 我現在都也這樣啦 我譬如說 太陽花 學運裡面 他們這些年輕人 就用很多東西 是算說 他們也很厲害啦 比如第一行他們用這個 Telegram T-E-L-E-G-R-A-M Telegram Telegram Telegram這一個 軟體呢 是那個 我看上面下方是 下一個 俄國人 Russian 俄國人發明的 俄國人做出來的 這有什麼好處呢 這是完全加密的通訊軟體 他還有 有這麼厲害的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要跟你密密通訊 各位如果有去看那種 什麼任務 關鍵任務 還是什麼的 Tom Cruz 那種 他現在說 我現在這個訊息呢 給你看完了以後 三秒鐘後自動爆炸 這樣 就這樣就是那個訊息爆炸 他有這個功能 當然不是手機要爆炸 要嚇死人手機要爆炸 大家我CC在那裡 他就是說 我現在跟你做秘密通訊 秘密通訊了以後啊 我可以讓他在十分鐘之內 從我的信息 從我的手機這一端 delete掉 包含你的手機 兩邊都把它delete掉 這就是一種秘密通訊嘛 但是呢 我以前也沒有介紹過一種 做BBM 就是草莓機 所做的 另外呢 還有這個 你如果是用這個iPhone 通常 大家不知道說iPhone裡面有一個 叫做iMessage iMessage這個東西 可以卡電話 不用錢 好 那麼 他本身呢 這個加密啊 我剛說那一筆文中 特別說 就是說 他的加密 確實蠻強的 確實蠻強 另外呢 其實喔 你在這個Facebook上面 尤其我們台灣人 現在特別要用這個Facebook嘛 你在Facebook上面 其實你有一些隱私設定 要很注意啊 比如說 我現在看到 在這個 比如說你的帳號 那裡有一個隱私設定 那麼隱私設定呢 你可以說 你要設定是 你的所有東西 是要讓所有人看啊 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啦 或者是 緊急的 緊線你的朋友啊 這個都很重要 所以你要先設定好 你也這樣傻傻 這樣傻傻 好 不要緊喔 還有這樣 有的人跟他 很像很像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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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漁夫在一起 我又沒辦法跟你在一起 你也要 他也要把我標註 是我 像這種的 我們可以 把他限制 緊線朋友 你可以把我標註 但是呢 緊線朋友可以看 後來 或者說 比如說 地標 有人喔 我就沒去那個地方 你也要把我打卡 你真的實在是喔 所以 像這種 你都要把他設定說 不好意思喔 有人把我推我打卡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 只限一些朋友可以看到 所以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這些有關於隱私的東西 都是非常的重要 當然 我們在廣播裡面 看不到畫面 所以 光是用這樣講 可能 各位也有一個說 如果你是在說什麼 什麼都沒有 你如果 其實 廣播之前 不一樣的媒體 我在這裡說完之後 各位也是可以 看看你是要 去這個 我的網路上面看 我的網站上面看 還是網路裡面找 總之呢 你在這個時候 你千萬不要輕膚 你平常千萬不要輕膚 你還是要把你自己的隱私保護住 不要隨隨便便 你也要隨隨便便 你也要隨隨便便 我剛才說 去幫我 創空就不知道 尤其是現在這個政府總之是不可信 如果萬一網路呢 也不中立 萬一把中國吃掉 這也是要入場 所以一定要記住 好好地保護自己的隱私 所以這就是 今天呢 要來跟各位分享 這兩項 第一項就是東港的三寶 第二項就是 網路中立 和如何保護你的隱私 希望我們所有的 聽眾朋友 聽完之後 都會有一點點 跟各位分享 大家都會有一點 這個收穫 這是一種概念 其實 我在說的 除了這個 我們除了說這樣 吃吃喝喝 親家去去找 我們心裡面其實還是要有一些警覺性 那當然最後 民主自由 我也是要跟各位說 對不起 就是必須要上街頭去爭取 不是你在網路 所可以爭取來的 好 今天呢 我們就講到這裡 非常多下修聽 我是漁夫 我們熬夜